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谓是暗静伤人 最为难防 暗中计算别人 伤害别人 别人还不知道你伤害他 属于这一类的 这个存心 非常的残忍 非常的残忍 对付一般的人 已经是 严重的罪过了 如果对善人 那个罪过就大了 在五吏罪里面 在五吏罪里面 有养育之恩 你不能够报答父母 效仰父母 你还要陷害父母 这是大逆不道 极物的重罪 可是佛也说 杀阿罗汉 处服神学 破活活生 这个罪 都跟杀父杀母 同等 甚至于 比杀父杀母的罪 还要超过 这是什么道理 我们要懂得 佛菩萨阿罗汉 僧团 那是世间的善人 他们在社会上 所作所为 是世间第一等 慈善事业 这种慈善事业 比一般 救济贫困 要大得多 要殊胜得多 他们所作的 所为的 是帮助一切众生 破灭开悟 是教化众生 断悟修善 而且给社会 做良好的榜样 社会上 有这种人存在 是一切大众的福报 一切大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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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皈依 如果阴谋 陷害这些善人 国报 都在阿比地狱 比杀害父母的罪 还重 堕落在地狱的时间 还要长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这个戒罪 不是对他一个人 戒罪 是得罪 所为一切众生 就看这个善人 影响的面 多大 影响的时间 多久 他影响的面 越大 影响的时间 越久 你阴谋 伤害他 你的罪就越重 为什么 会起这种污逆 伤害善人 我们想 第一个因素 就是成会嫉妒 心量横着小 容不得别人的擅长 容不得别人的好事 所以才造作这样的罪业 殊不知果报 太重了 太苦了 太可怕了 如果你的念头 能够转过来 不但不嫉妒 而且还欢喜 赞叹 全心全力 卸足他 成人之美 你的功德 福报 跟这个善人 一般大了 他的善行 怎么成就 一顶 两来 大众 同心 犀利 成就 好 何宽 佛在经上 把这些根本的道理 给我们说出来 早上 做窝 国报的大小 都随着心力 心量大 得福就大 心量小 得福就小 同样造这一桩 善思 得福果报不一样 所以诸佛菩萨 造丝毫的小福 果报都是 变虚空发解 为什么呢 心量大 世间人造再大的佛报 可是得的果报不大 什么原因 心量太小 心胸则小 障碍你的佛报 你修福 总不能够超越你的心量 诸佛菩萨 心胞太虚 两周杀戒 所以他 种小善 得五量福 这个道理 我们要懂 如果把自己 心量脱开 这个恶念 就不会有了 恶念 尚且不生 哪有恶的行为 这个识 我们要懂得 后面一句 按五君卿 五是五如 也是在暗中 也就是 人家 没有见到 没有听到 自己在做 欺负 君卿 是我们的 尊长 不一定是帝王 我们在社会上 现在人家 领导与 被领导 我们站在 被领导的地位 对于 领导我们的人 这个人就是君 一般人叫上司 你在一个公司 行号里 工作 你的老板 你的经理 你的董事长 就是君 多数名理的人 知道要尊敬 怎么可以不如 纵然 这些上司 有一些 不合理的 设施 不如意的 做法 也要尊敬 为什么呢 有他种种做法 我们并不了解 他思考是全面的 他所顾的是 整体的利益了 我们是个小志愿 我们所看到 是局部的利益 没有看到全面 整体的利益 有时候必须 要牺牲 这个局部 得到一个完整 所以他的考量 他的做法 他的设施 必定有道理 我们怎么可以议论 怎么可以在暗中 欺骗他 暗中 侮辱他 对上司 对长官 不可以有这种心态 行为 对于自己的亲人 也不可以 这个地方讲的亲 父母 长辈 古人家 君情 恩同天地 这个话讲的很有道理 我们做事情 我们存心 不敢让君情知道 这个就是 慈地所讲的 暗会 就是欺负 我们看古时候 都说 君子 学佛的菩萨 心地坦然 没有不可以告人的事情 你说这个人心地多自在 多光明 磊落 哪有不可以告人的事情 不可以告诉自己尊长 不可以告诉自己父母 你就是欺负尊长 欺负父母 你这是大我 这样的我你都敢干 你还有什么坏事 做不出来 所以这时 太上在此地指出几个 重大的例子 这是造大我 我们对父母 公敬 供养 父母年老了 体力衰了 时时刻刻 关怀 照顾 如果我们没有借尊 自己的真诚 或者表面顺从 暗地违背 这也是暗无亲人 今天社会 这些事情 我们耳闻目睹 太多太多了 所以 社会不安静 天下打乱了 夜晚不敢出门 我们想象故事后 政治亲民 风俗成厚的时候 夜不必护 不要是白天 晚上大门开到 都不会有坏人出来骚扰 人人都守理 人人都守法 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 我们今天过的 又是什么日子 今天我们 无论是大户人家 小户人家 居住的环境 防范野民 唯恐 盗贼 沉寂而入 门窗都要架上铁栏杆 从前铁栏杆 是监狱里头用的 现在我们看看 每一家的住者 全是监狱 过过都被关在 铁笼子里头 你说多可怜 这是什么文化 是什么文明 我们耳门目睹 怎么不寒心 追究他的根源 怎样造成的 不读圣贤书之功 没有受过 能力的教育 道德的教育 所以才会有这个现象 觉悟的人 明白的人 也生存在这个社会 需不需要这种防范 不需要 会不会有人来骚扰 来贼害呢 也无需要防范 为什么 明里的人知道 一银一铸 莫非前定 他给你有怨 给你有仇 防范 人家还是要来侵犯 来报复 你给他无怨无仇 不防范 也不会有人侵犯 佛门有个小故事 随堂那个时候 华言宗杜顺和尚 这是华言宗第一代祖司 在荒野 大一个茅棚 在那个地方修行 而这一代 他就支柱的那一代 小偷很多 有一个信徒 供养老和尚一双新鞋子 替老和尚做了一双鞋子 看到老和尚 在那里入定 打坐 也就不敢惊扰他 把这个鞋子 挂在他外面的门口 这样过了一年呢 他有一个机会 又从这里经过 再来拜老和尚 看到那个鞋子 还挂在门口 他进去拜老和尚 老和尚 我供养你一双鞋子 挂在门口 你看到没有 我看到了 怎么还挂在了你 这个地方 小偷这么多 都没有人拿去 老和尚说 我全身不欠他们 我东西摆在他们面前 他也不会东西 前生不欠他的 前生欠他的 你藏在哪里 也会被人家找到 也会被人拿去 这不是说明 一银一注 莫非前定 既然是前定的 你往他干什么吧 他要拿去了 好啊 再还了 清了 这一笔勾销了 用不住防范了 前世没有这个债 他不会起心动念 欠债的要还钱 欠命的要还命 佛说得好 释法六道轮回 是搞得什么 无非是夜报愁偿而已 到这个世界来 没有别的事情 就是报恩报怨 讨债还债 就是干这个来的 觉悟了恩要报 债要差 怨就算了 别人欠我的 不要了 一笔勾销了 你就得大自在 莱森不干这个事情 所以觉悟的人 在这个世界 只有报恩 只有还债 只干年安养事情 迷惑的人 干四状事情 那就永远干不完 没完 没了啊 这个 诸杰后面有几句话 说不忠不孝 害教叛道 神贤的教化 古德有比喻 人天也没 黑暗灯明 你要障碍 罪过就大了 你害一个善人 尤其是 陷害一个 从事社会教育工作的人 教化一切众生的人 罪过 不再受害人 戒罪 是在整个社会 一切众生 接受教育上 戒罪 所以是 你把一切众生的 发生灰命断了 你把一切众生 学佛的机会给断了 这个最重 这个比杀人 生命还要重 所以 发其菩萨 殊胜 治药经 一开端 第一端 你们看看 有两个法子 讲经说法 教化 许许多多众生 那么有几个 看到这个法子 好像是得到明文立项 他心里难过 嫉妒障碍 详尽方法来破坏它 使 跟他学习的人 产生误会 对法子 失去信心 接受佛法教学的机会 完全失掉了 破坏了 罪过多阿比地狱 堕落地狱 多少年 你们就看经 一千八百万年 这是讲我们人间这个时间 他在地狱里所感受的时间 无量界 地狱跟人间时差不一样 一念的恶心 诸臣大错 断一切众生的发生毁灭 这个恶还得了吗 与两个法子 说实在的话 与他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受害的是无量众生 你一害的是害两个人 但是 灵类的 无量众生 不能得佛法的利益 所以在古礼上 我们读过 我跟这个人 有杀父之仇 不共戴天之仇 但是现在这个人 他做官 我可不可以报仇了 不可以报 做官是什么 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造福 他现在是造的好事 替社会大众做好事 我虽然有仇 我不能报 他做好事 不但我不能报 我还帮助他 成就他的善事 这是杜书明理之人 什么时候报仇呢 等他卸任了 他不再做这个工作了 这是报仇的时候 他在做社会 利益大众的事 这个工作的时候 我不但报仇 不能报仇 还要帮助他做好事 还要帮助他做好事 你再是杀他 你再是杀他害他 这时候可以 人不能不读书 不能不明理 不可以障碍社会大众的善事 不可以破坏社会大众的福祉 今天几个人懂这个道理 为什么不懂 不读圣贤书之过 所以我听说 连天幕上的贵神 都要求有多一点的时间平静 人不如贵神 贵神有好学之心 有文法的愿望 这值得我们生死 值得我们反省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